我们要的结果 底下的话 有一个是 跟那个什么东京奥运 改一下2020 假设2020那一天是2020的 假设1号这一天 那我想知道 到底距离2020-2019 跟2020的 7月1号 相差几天的话 那其实跟各位讲 很简单 计算是 日期的话 直接等于什么 直接等于 这个未来这个 因为他背后了然后你看到是这个但是实际上里面是一个数字 减掉什么 减掉today不就好了 有没有打个勾 198天 所以其实特别是如果你将来计算 天数的话 是最简单的因为天数 直接减就好了 那顶多是说这个储存格之前如果有放过日期 的资料在里面的话你可能还是要把它再转换一下 因为刚刚只要放过日期的话他就会有年月日的斜线 OK 那只是说如果我今天比较困难的是说我如果要计算的是什么 计算的是年跟月的话 那怎么做 尤其是后面有一题 那我们要用哪一个函数来做最简单 其实这边跟各位 讲一下 其实有个叫debif函数 如果你会用debif的话 很多问题就简单了 尤其是 刚刚有提过的 计算年跟计算月 的相关 函数 好